声秦唐德 声秦唐德 周仓的武艺似乎一直是个谜 因他的表现机会不是很多 战力不足 所以很难去判定周仓属于己流的武将 因此我们只能从稀有的战绩和小说角度的设定来分析下 第28回周仓和赵云交战 被连赢数次 身中三枪 第31回赵云突围遭遇山路狭窄 关羽带着周仓 关平两下夹击 张和溃败 第74回水淹七军 下水秦旁得者周仓也 最具参考价值的还是周仓和赵云一战 当然这一战的具体过程小说 没有详细的描述 不过既然提到赵云连赢数次 可见他们的交手超过三回合 所以说周仓还是具有一定的实力 因为 此时的赵云距离顶峰期的开始 阳山之战已经不远了 而且阳山之战赵云还一枪就刺下5116的河北名将高揽 但是毕竟是属于正后突袭 不能说明周仓的实力大于高揽 再看周仓身中三枪 而全身而退的情况 这里有三个因素综合而成 第一 周仓皮操肉厚 简直就是个肉盾 赵云虽然刺中 但是没能贯穿要害 第二 赵云觉得周仓是条汉子 所以下手本来就轻了 只在让其知难而退 第三 周仓虽然是肉盾 不过身手还算敏捷 说周仓是肉盾 主料是裴元少介绍周仓时说道 板类求然 形容甚伪 后来关于一件 果然黑眼长身 这是肉盾型的好身板 和周仓同一类型的 比如许楚 点为等人 但是平心而论 无意上周仓比不了这两人 赵云之所以对周仓留守 关键是裴元少是要打劫赵云 才被一枪刺死 周仓来找上门市 赵云已经占据山寨 暂时落脚之用 就没有必要杀死周仓 徒生恩怨了 当然 肉盾型的周仓 身手还是很灵敏的 比如水中生情庞德 原文就提到周仓本来就是水性 又在荆州日久 水性更是熟练 所以 周仓能一把抓住水中的庞德 这样的人 身手不灵活吗 那么说到周仓的武艺 他出身黄金军 上线应该不会超过黄金军的 两个高手 一个是管海 一个是杰天叶插和曼 管海在北海之战 不数河边镇展了孔荣部将宗保 别小看了孔荣 另外一个部将武安国层 经在虎劳关下和吕布大战了十余回合 最后被刺伤手避而退 当然 宗保肯定不如武安国 应该也不会太菜 这从侧面说明管海应该能在一流左右 随后 刘备支援北海 管海和关羽飞顶峰 占了十数回合备战 截天叶插和曼和曹洪交手四五十回合平手 最后被拖刀计斩支 要知道曹洪后来死战马超四五十回合 最后力气而走 所以曹洪死战起码是强一流水平 正常情况下一流的水准 所以 黄金军将领两个高手 起码在一流的水平 周苍陷于战绩 大概在强二流 和此时的廖化差不多 所以 我们看相反之战 周苍很少被派上场 大多是关平和廖化出阵 但是 假如周苍和廖化活得一样长的话 极有可能成为强一流 或者超一流的武将之选 为何 因为周苍除了灵敏度外 有一个技能属于超一流的 就是力气 原文 裴元绍 山上有一关西人 姓周 明苍 两臂有千金之力 满泪求然 形容甚为 第28回 即便裴元绍有夸张的成分 也可以看出周苍的优势是力气 所谓一粒详识会 如果真有千金之力 那可是属于楚霸王级别的 可惜周苍的短板就是无意不纯 否则在水淹七军时 老罗就不会解释 周苍是因为 第一种水性 第二力气大 这才生情了庞德 所以说 周苍的力气属于超一流的 但是武艺只能说在强二流左右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